欢欣观音佛祖成道日 信仲穿安留不习 既用慈云寺每年6月17到19日都非常热闹 不少远从外地来的乡客信仲都备好香花共果 虔诚恭祝 今天是农历6月19 观世音得到纪念日 从前天农历17号就有人很多来参拜 昨天也是很多人 还好台湾过去 本来很担心说台湾来 没有那么多香客 可是观世音保佑天气这么好 我们有准备凉的鱼台 很多信仲都来吃平安 满多人 今天礼拜六更多人 这个活动差不多 每年都办了一百多年 超过百年的庆典活动 慈云寺也准备了丰盛的点心 供信徒享用 而农历6月19 慈云寺都会举办圣驾绕镜活动 邀请圣男戏女一起绕镜祈福 很开心可以参加绕镜 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我们慈云寺的佛祖诞生活动 那很高兴我们可以随着马祖的脚步 还有民俗基地团的脚步 踏遍我们安乐区的每一块土地 保佑我们安乐区基隆市民都能平安健康快乐 我们基隆俗称两个四岗门 所以我们活祖娘就是两个 里面其中一个娘 另外一个就是西区娘 所以这是非常具有基隆在地特色的历史文化活动 这样子的绕境活动也传承了百年 那前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 所以就没有办法办理 那今年呢又很开心 非常多的好朋友一起来共襄盛局 绕进路线行进安一路到基隆市区 沿途经过城隍庙 清安宫 奠记宫 市政府再回慈云寺 祈求国泰民安 风调雨顺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